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39号就事实项是准入类 准入类要求也就是说是进入这个相关职业的必要条件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水平平价类的 水平平价类是个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先做个介绍 水平价类就相当于你有没有这个资格都可以 你有呢代表我们讲你水平比较高而已 然后达到不同的水平 但是准入类是必须的 我们做成安全工程师排在我们这个准入类的第29位 好 这是关于我们做安全工程职业资格考试的这个位置关系 然后给大家讲一个好的消息 因为前几年我们国家进行大量的这个改革 取消了很多相关的这个资格或者认定 现在已经叫尘埃落定了 就139项了 所以呢我们李克强总理呢 在17年的时候专门讲了 今后各地区各部门未尽批准 不得再清单目录上自行增加相应的职业资格 所以目前只有139项 我们就是其中一项 好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演变过程 我们做的安全工程师 其实从02年的安全生产法颁布开始 就已经着手了 从04年开始考试 一直到今年 但是在14年安全生产法修订的时候 我们助手安全工程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写进了我们这个法律 关系这个法律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是全国人大及常务委员会批准实施的 是最高的这个权力强制性要求 所以第24条就这样写了 危险物品的生产存储 以及矿山金属冶炎链单位 必须有 就是大家看这个 应当就相当于必须有的意思 必有助手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管理工作 重点还有另外两个字 叫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 聘用助手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这就开启了我们助安室的这个新的篇章 也就是我们有这个法律保障了 如果是这个我们以前叫高危行业的其中的一部分 高危行业必须要设专门的安全管理人员 但对于我们这种 我们用自己话题叫高危中的高危 就必须有助安室 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预计未来 什么叫预计未来呢 鼓励其他行业 如果下次生产法再修订的时候 肯定我们必须有助安室从事职业的这个行业 肯定会更多 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 既然你参加助安室考试 你就看到这个 参案的未来 如果你不是这几个高危行业 其他行业 我们有这样一个先见致命 先拿到助安室 以后等国家强硬要求的时候 你正好站在前列 在单位岗位上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好就在去年的1月1号 实施我们助安室的分类管理办法 所以呢 虽然我们助安室相关的制度 已经有十几年的历程 但是从 相当于从去年开始 有一个新的描述 现在我们对助安室 分级分类管理 分级分类管理 其中第三条就写了 助安室工程师 以后分成这七个类别 七个类别 包括煤矿安全 然后金属飞机锅矿 化工安全 金属冶炼炼 建筑施工安全 道路运输和其他 什么意思呢 以前大家 我们都有助安室 是统一的 只有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总方向 你在任何行业工作都行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如果你是 煤矿方向的 煤矿行业的 你的助安室 要考这个专门的方向 如果是进入 非准矿也是一样 这个希望 大家注意 也就是说 国家要求越来越 精细化管理 这也是为了 国家这个安全形势 更好发展 提供一个准备 其中这七个专业类别 对应的是不同的行业 这里面有必要给大家提醒 一个地方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化工安全 化工安全 有化工医药 其中包括像 微化品的生产存储 石油天然气的存储 重点就这一个 为什么要提醒这个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 其他安全专业 这个类别 这里面就有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 石油天然气 开采 同样都是石油天然气 它是一个存储 一个开采 它按两个类别来 如果你是在这个方面的 根据你自己的这个 所在企业的这个类型 分别考不同专业类别 以后我们是按专业类别来 不像以前一样 都作为一个类别 这一点希望大家注意的 进入冶炼 建筑施工 道路运输 这就比较好理解了 好 这是第一个方面 关于分类 第二个是分级 也是最新出来的 所以 今年大家考 朱安师 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各方面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虽然是机遇也有挑战 考得越来越精细了 像刚刚分专业考了 其实就是更难了 更难了 好 第四条就讲了 朱安师现在我们分三个等级 高级 中级 和初级 好 这里面有必要解释一下的 就是 原来 过去 我有的这个 朱安师证怎么办呢 我们按现在规定 是无缝对接的 如果过去 大家取的是 朱安师证的话 跟我们现在的中级所对应 过去的这个 助理 安全工程师证呢 跟现在的初级所对应 好 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 有一个小差别 大家如果你注意观察的话 有一个东西 大家看一下这个证 这个证 以前的这个证 我们是用的是职业两个字 现在呢 用的是职业两个字 都是一样 字是不同 音一样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统一纳入管理 也就是说 把这个概念放得更宽泛 更基础了 好 这是这一点稍微描述一下的 好 接下来 这是我们的这个新的更好的发展 大家看看第七条 高级助安师采取考试和评审 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但是具体怎么做呢 再说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国家目前对于高级助安师 还没有出台任何的规定 但是作为 我们这叫 一些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条文呢 它一般都是有前瞻性的 像刚才的这个安全生产法 其中就写了一句 叫助安师要分裂管理 我们这个分裂管理办法呢 是部门规章 他讲要怎么分类 怎么做 所以我们这里面也留了一个空缺 在分级的时候 就是高级 再过若干年 再过几年 肯定我们高级助安师 相关政策就要出来 打个比方 你必须取得中级助安师 几年 相关的工作经历等等 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反应过来 可能就慢了 所以我们提前找手 目前我们开展的学习 考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级 注意哈 我们目前瞄准的对象是中级 这一点希望大家注意 高级目前只是一个名字 还没有出来任何东西 等待以后 有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冲上去了 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这就叫机遇 对吧 好 分裂管理办法里面 第十二条就讲了 危险物品生产 存储单位 以及矿山 金属冶炼单位 必须有中级 及以上助安师 从事管理工作 好 这就是国家要求 就更高了 刚才如果大家 有注意 我们新修订的 14年修订的 这个生产法里面 就讲了 这些行业 必须有助安师 从事工作 但是我们部门规章 低进讲了 有助安师还不行 还必须是 中级级以上的 你初级都不行 所以是不是 要求越来越高 这就是去年颁布的 那个是14年修订的 如果有14年 你有这个先见证明 你提前考的话 就不至于现在 慢一排 所以同样以现在的眼光 我们去看未来 像刚才那个高级 我们现在做好准备 以后高级来的时候 或者国家再要求高的时候 我们就能赶上这一趟 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 一定要有一些先见之明 好 这就是强化要求了 必须中级级以上 其中这里面有 给了一个空档 什么叫空档呢 你要求那么严 我们单位就是这样的一个高位单位 对吧 现在还没开展工作 怎么办 相关的还没有这个人员怎么办 所以给你一个相当于喘息的机会 危险物品生产村主单位呢 及矿商单位 你两年内 两年内必须给我达到一个要求 经济演练呢 给你五年达到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15%左右 并逐步提高 注意这是国家的部门规章 这话是比较软的 什么叫比较软的 你看这个左右 并逐步提高是个什么意思 这个就等于讲的就很模糊 为什么模糊呢 就根据我们现在实际情况 作为高位行业 我们14年才把经济演练 写进安全生产法 要配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 这是18年 然后要提高这个要求 直接达到助安师 还是中级以上 人家各方面这个人才储备 可能没跟上 所以我们给的时间就多一点 15年 维化品呢 这个一直也有这个要求的 跟矿山 所以就两年 时间短一点 而且还要求这个数量 15% 什么意思呢 首先你起码在有 注意哈 哪怕你是一个 经济演练单位 我从事安全管理人员 就三个人 你起码有一个 中级以上 就必须有它 三机三个人 成长15% 不猜不到一个 对吧 那不管 起码有一个 好 假如你是 安全管理人员达到 假如是10个 假如是10个 那就1.5个 就起码是两个 像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目前 给的空间是什么呢 左右 你左下也行 但是还得一个 所以再过两年 再修订就不一样了 所以大家 特别是我们这个 经济演练单位 还有其他相关行业的 你一定要有 还是那句话 前瞻性 再过两年 这个做修订的时候 就不是左右了 它肯定要很具体 必须达到15% 即以上 或者下次再改 20% 30% 都有可能 注意哈 国家法律 法规 是根据我们整个 行业生产形式 逐步在提高的 我们一定要走在 相关的要求前面 我们个人的职业发展 才有更好的情况 好 这一点 目前还是给了一点空间 按常规要求 应该是可以更具体的 这再等几年 所以大家今年考的话 一定把握这个时机 你不要等了 你不要等了 好 第15条又给了一个好消息 注册安全工程师 各级别与工程系列 这个支撑 直接对接 不需要额外进行 支撑评审 什么意思呢 这个消息就比较好了 我们说通俗点 特别对于我们相关的一些 比较年轻的人来讲 可能像以前 在单位凭这个支撑 你要 有相应的什么论文 有工作相关的年限 还有相关人员的平衡 什么叫平衡呢 单位很多人都凭 这个支撑 给谁上呢 对吧 它是平衡关系 所以给我们的 羁绊就比较多 现在我们这一块就不用了 只要你通过 我们讲这叫国家渠道 必须要通过考试 对吧 国家好像只要拿到你 我们就终极重案实证 你直接就是终极支撑 不需要其他的 相关那些七八八的要求 这就是很好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 就不用有各种关系的平衡 把我们给刷下来了 对吧 对我们年轻大一点 也有好处 你做一些 准备一些其他材料 有的很难实现 对吧 有这个直接就过去了 好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而且还是 结合刚才讲的 那个高级助安师来讲 一样 你看 高级助安师 目前 就是这个高级支撑这一块 目前还没出台 等以后再说 这就给我们留的空间了 以后正好等我们有中级 然后高级一出来 我们直接就可以无缝跟上 跟上的话 正好他出台一项的描述 我们就直接就上了 也不用七七八八的条件 对吧 目前呢 这个还没有 就按以前的来 按以前的来 好 这是这个 所以助安师证 不仅对我们职业 有很好的发展 在企业各方面 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价值 好 这是去年的 分裂管理办法出台的 今年 就是上个月 上个月 3月1号 我们又出台了相关的 新一轮的相当于 因为我们分裂之后 要有新一轮的具体的要求 有出来这个 职业制度规定和考试实施办法 同时出来的 原来的在 2003年的那个就废止了 这有几个重要的变化 第一个重要变化呢 就先吻合 这个新生产法 我们分裂管理办法 这个是等于进一步确定了 分三级管理 高级中级和初级 然后分七个类别 分别考试注册 整个考试模式 也就要做变化了 第二个就是具体的 有各个环节的一些变化 像特别我们 现在的一个很核心的 就是中级助安师 从报名的条件 考试的科目 和这个考试的这个周期问题 都有调整 然后对相关的这个考试科目 有一些微调 内容呢 各别有些大条 然后注册有效期 也有些变化 接下来我们具体 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要进入这个行业 参加这个考试 所以我们就整体 对这个政策 有所把握 对我们中级 中级报名条件 就有变化了 原来呢 大家可以看 原来我们是 报名专业有这个要求 安全工程和工程经济类 现在我们换了 变成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 这有什么变化 怎么体现呢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专业上 我们放的更宽了 范围更大了 更大 怎么大呢 假如你是 同样这个情况 专业的话 工作年限有差别 为什么呢 你是本专业和相关专业 还有我们叫一个 其他专业 大家看看这个 其他专业 其他专业要求年限就多 以我们 现在的要求 七十线是 大专 以这个为 要求 如果你是本专业和相关专业 只需要从事安全工作五年 如果你其他专业就七年 因为其他专业 这一块的知识储备 少一些 所以我们年限就多一点 但这也释放出了一个好的信息 当然这个也没有变了 只要你从事我们安全生产工作 随便你是什么专业 就我们平常讲的 即使你半入 出家的 对吧 半入出来的 从别的专业转过来的 没关系 只要我们踏踏实从事我们安全工作 都可以踏上这样一个平台 这是这个 关于 但是如果你是本专业生活专业呢 年限就少一些 你可以更早的参加考试 拿到助安证 这是第一个 关于这个专业 做了一个放宽的处理 但第二个呢 同时又做了一个收紧的处理 什么收紧呢 因为现在我们做完是分三个等级了嘛 所以为了层次性更明显 我们报名条件 做了一个收紧 什么收紧呢 原来就有中专 现在我们其实先是大专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 报名的最低学历 做了一个收紧 从中专提到了大专 中级考试 所以呢 你必须是大专 从事工作五年 你其他专业再加两年 如果你本科呢 就三年 其他专业就也是对应加两年 两个学历呢 对吧 就两年 如果研究生就一年 如果你做博士呢 一年 好 这是这个情况 这样讲的话 那我中专怎么办 所以新的办法里面呢 也做了一个渠道 什么渠道呢 你中专行呢 你中专你可以先考初级的 你持初级证 有了三年往后 所以就是这一条 有了三年往后呢 你就可以报中级的了 所以也有一个衔接关系 看这个呢 我们就能预测未来 未来的那个 还没定的那个叫高级的钻石 肯定也是这个渠道模式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你首先拿到我们中级助安师证 而且还有一定的工作年限 你早拿到 早达到这个年限 早可以实现高级助安师 等他出来之后 他讲 哎呀 必须工作五年 你才考过一年 不就没机会了 你还没考 你更晚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 在这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 提前这个前瞻 好 这个学历 有收紧 但是也给了一个实现的渠道 科目 也有相应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核心的东西了 我们最关系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要具体上考场了 对吧 原来呢 我们助安师考试有四门课 生产法及相关法律 知识 然后安全生产管理知识 安全生产技术 然后事故案例分析 现在做了调整 看起来呢 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就名字稍变 现在叫法律法规 不还是法律吗 名字虽然调了 这个内容呢 也调了 为什么调呢 大家前面也知道 我们不是分类管理吗 分了七类 特别是实物里面 那么多类别的话 它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 怎么办 怎么去体现呢 所以都要塞到我们这门课里面 作为基础 什么叫作为基础呢 大家看看这句话 前三门课都是公共课 所有的参与中级考试的人 都要共同考试 统一要求 所以这个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呢 也就比老的门数多了 以前假如考 考几十个法律法规 现在在原习上 又加了二三十个法律法规 也就是东西内容庞杂了 庞杂的话 从没有就难了 这是这一个 好 安全上管理呢 虽然名字变了一点点 内容呢 几乎没怎么变 根据我们现在的国家 这个生产形式呢 加了一些管理的基本的知识 变化相对大的呢 就是技术引到的这个我们实物 技术跟原来 刚才讲了 法律比原来其实难了 加了吗 管理呢 跟原来几乎没怎么变 这个技术呢 从某个角度来讲 比原来简单了 这是个好事啊 起码你学习就轻松了 对吧 实习技术原来 我们考试也是有基本的 还有选座题 分几个方向 现在我们把这个方向的选座题呢 相当于 其实就是专业利别的问题 直接塞到实物里面来了 所以它那一部分之后 你就不用准备了 你只需要一些 所以这里面有这两个字 安全生产技术基础 打个比方 机械安全 对吧 电气安全 防火防暴 特种设备 这些相关的基本的 公共的 还是科目嘛 公共的这个技术基础 具体分裂到 具体专业的这个专业技术基础呢 我们就放到实物里面来了 所以真正变化最大的 就是我们实物 名字都变了 从案例分析 名字变成了专业实物 字也完全变了 而且内容呢 也完全变了 从不由来讲 第一个 以后考试你报 你报不同的专业类别 就像这个 七个专业类别 你分别 是不同的试卷考试 这个就进细化了 因为国家现在安全形势 大家也知道 还是很吃紧的 所以要求就高 好 这是这一个 分七个专业类别 把原来在技术里面 考的一部分拿过来 同时我们更完善成 七个 单独考 所以呢 前面三个就叫公共科目 最后一个实物呢 就是专业科目 具体考 我们报名的话 只能报一个专业 根据你的情况 你大家到我们这 针对我这个课的话 你可能报的是 经济研练 和其他安全 你肯定是只能报一个类别 怎么实现类别的跨越呢 我们待会再说 好 我们可以免两门 一个是管理 一个是技术基础 你只要考 实施在变化的这个法律法规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专业实物就好了 接下来 这个今年出台的呢 又增加了两条 免考情况 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是安全工程专专业 本专业的 你在读大学期间 你们专业 如果经过国家的这个专业认证通过的话 可以免考一个技术基础 证明我们平常在学校学的一些技术 知识已经够好了 就可以免掉 还有一个 就是未来 为什么叫未来 因为现在还没开始 因为这个终极分类管理 今年才通过第一年 如果过了今年或者明年往后 你已经取得了终极这个证 你想跨专业去进行职业的话 假如我是机商公司 原来是道路运输的 现在我要去做经测冶炼 对吧 这个跨了专业类别 我是不是还重新考试门呢 不需要了 公共课全免掉 你只需要考一个 最后一门 就我们专业实务就好了 这也将来免了三门课 对吧 从今年往后 明年开始 就可以 这个工作就可以开展了 好 这是在免试这一块 给我们提供了几个渠道 比原来更多了 条件更好了 第四个关于这个成绩合格的这个周期 现在也放松了 大家有很多好事啊 对吧 放松了 你别看这表面放松 什么叫放松呢 原来我们四门课给你两年的机会考 什么叫两年机会呢 假如今年19年我考试 四门课考过了两门课 不是还有两门吗 明年的两门课 我必须过 如果明年没过 明年只过了那一门 到后年考 今年19年的两门课就白搭了 所以这是两个最近的年限 有效周期内必须过四门 今年改革了 放松了 你四门课四年 我就不相信你考不过 对吧 所以给我们四年的机会 四年你考不过 那就不要从事来的工作算了吧 对吧 所以给四年一个周期 按刚才规律是一样的 第四年你所有的没过的话 到第五年的时候 等下这第五年 你第一年的东西就去掉了 就作废了 四年有效周期内 虽然是一个好事 但是也折射一个问题 考得难了吗 如果简单的话 他为什么给你四年呢 这里他考得就很难 所以看起来很好的事 其实折射了 他的这个要求标准比较高 所以大家有这个心理准备 今年能考的话 一定要加大马力 对吧 好好复习 好按这个思路 后面就很好理解了 你免考一门的不就三年吗 就考三门对吧 你免考两门的就两年 其实还有一个呀 我跨专业职业的话 中级的话 再考不就考一个专业实务吗 那个为什么没讲呢 不用讲了 那就一门 当年有效对吧 你没过就没过 过来就给你 重新有个证明的 所以这个就不用讲了 这个你还理解不了 你就不用参加考试了 对吧 好 这个关于这个有效周期 大家也就明白了 好 最后一个 就关于这个注册管理 这个方面的情况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目前 关系不是太大 为什么 我们现在是要注意考前的情况 和我这个职业发展的情况 后续的一些东西呢 了解一下就好了 像这个注册时的这个年龄情况 不要超过70岁 以前没有描述 现在加了 更完整一点 其实这个呢 实际价值也不是太大 为什么 难道你70岁还去 做一些相关工作 虽然我们现在国家提倡 也看工作了 年长这个退休时间 但70岁 还从事相关工作 也太辛苦了 为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 没有给我们年轻人 让出一些位置来 对吧 让出一些空间来 让年轻人有发展的机会 也不合适 对吧 所以这个呢 且看就行了 好 第二个是有点价值的 我们原来注册游户期是三年 现在由三年变成五年了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频繁去做一些学习和一些 这个 这个续签 好 在那边 在新的里面又做了一个要求 就是你取证之后 你不是通过考试了吗 通过考试一定有个要求 五年内要出使注册 出使注册 这个就简要了解一下 这是后续的事情 好 这是第一个环节 我们介绍了一下目前的这个政策 总之一句话 形势很好 相当于今年相当于 新的助安是这一块 元年 第一年 但是也是任重而道远的 难度增加了吗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考试 今天考试时间呢 是11月16 17号 这也跟以前是 历年都不一样的 我们以前都在10月份 今年相当于延长了一个月 为什么延长一个月呢 马上我们教材出来 然后各种准备 所以今年呢 要往后挪一挪 否则这个准备时间太少 到时候 大家都不通过 不是也不合适吗 对吧 我们整体通过率是有一个 基本保证的 你不好学也是不可能通过的 好 就是关于这个时间 跟以前有点变化 给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就是这考试科目 以前框架几乎一样 四门课 每门课两个半小时 满分一百分 这个都是一样的 还有提形 也几乎没怎么变 变就变得我们这一门课 核心变 当然了 还有附带对应的变化 就是技术 法律法会没变 还是70个单选 15个多选 管理呢也是一样 70个单 15个多 技术呢 看起来好像没变 其实本质上是变了的 原来也是总共70个单 15个多 为什么说变了呢 原来有一个10个 选座题 占那个60个单是一样的 还有10个选座题 现在今年要去掉了 把那个选座题的整体框架内容放到哪了呢 就放到我们这里面来了 相当于10个选座的那个10分 变成7个专业类别 各自独立成型 变成30道单选题 也是是不是要求 还是那句话 精细化要求 提高我们实实在在的 整体的这个水平 不仅仅持证了 还有这个能力 对吧 好 这是相当于它对应我们 引起的我们这个变化 所以对应的我们 专业实物 以前叫案例也会有变化 以前呢我们是五个案例 前面两个案例是选择题 后面三个案例是问答题出来的 现在不一样了 先给你来这个专业这一块的 三四个单选题 后面来四个案例进行描述 这里面目前的大纲要求是 有选择题 占10分 还有60分是属于问答题 继续我们马上就给大家做个介绍 就在这 对于我们这门课 专业实物 这个刚才已经提过了 叫分卷考试 你不同的专业类别 你报不同的学习 然后开启不同的试卷 开启不同的试卷 其中我们 我给大家主要讲的是 这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 金属冶炼 还有一个就是其他安全 这框架都是一样的 其他安全里面 重点就是关于危险物品里面 一个是化物品 这是化工安全 还有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 都是危险物品类的 石油天然气的开采 电力等等 除上面之外的 当然这里面不注意 不包括消防安全 为什么呢 因为消防安全有 它也有专门的职业资格 注册消防工程师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不包含它了 这里面先让大家注意一下 接着刚才讲的这个考试科目的情况 这里面我就有个细描述 技术部分 看到没有 30个科幻题就是选择题 单选题 所以等于把原来的这个专业 技术这一个模块挪到这边来了 更细化 第二个就是案例部分 我们四道题 按照我们新大纲要求 10分是选择题 60分是问答题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注意哈 今年是考试元年 题目还没完整出来 我的预计应该是 可能一道案例题是选择题 占10分 还有三道案例呢 就占60分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前面是30个单选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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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d静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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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